开餐厅最重要的一点是地点 我们美国有个做法叫做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就是说您这个餐厅开在哪里 您开在那个地方您是不能搬迁的 所以那个地点要很慎选 要选到一个很好的地点 那这个选在哪里呢 跟您开的餐厅是哪一种也有很大的关系 比如说您是喜欢华人口味要在华人区 美国人口味高档餐厅在美国人区 想做大生意靠高速公路 如果是看看什么样的 如果是给学生的在学校附近 这个地点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另外呢开餐厅 它整个的一开始到最后的结果 也是一个就是一个开发 就是说您选到了地点 这个地点本身呢可能以前不是餐厅 也可能以前是餐厅 以前是餐厅你就要去收购它 当然收购我们后续会说怎么去收购 但是如果是这个地点是不是餐厅的话 那就说您要去制图 您要制图 您要申请批准 这个批准又一连串的批准 那制图的话 您要找一个设计公司来设计 或者是中国你有一个好的设计的图纸 因为中国有些连锁餐厅到美国开餐厅 您是带着图纸过来的 那也是可以的 那这种东西就要经过比较专业的人来协助您 到市里头去审批 审批的流程呢 就这个图纸批好了以后 就可以开始开建 就可以来装修 那装修的过程之中 美国市政府各个部门 它也会过来检查 做到什么地步 就找什么样的人来检查 这些检查员一个一个都盖了张 盖德商都批准了以后 最终就会有个开业许可证 在美国开餐厅需要什么许可呢 一般的许可呢 就是这个卫生局的许可是最重要的 然后还有就是COP 就是我刚才讲的是这个有条件批准的许可 然后还有执照 当然您在哪个市 它都市里头还要给您一个执照 贴在墙上的 还有消防局的许可 还有就是污水处理 就是后面的化油池这些都要许可 然后还有就是环保 是不是影响了附近的环境 这些空气跟水资源的许可 还有招牌 招牌也要批的 招牌要请招牌公司去水头批 然后如果您要有酒牌的话 您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您不要离学校或教堂太近 太近的时候他们会protest 他们会来说不准你不准卖酒 因为这里有孩子 有学生有性教的人 所以这些东西都要稍微注意一点 稍微远离它500尺以上就可以 就说深情酒牌有道深情酒牌的地方 烈酒跟淡酒是不同的地方 其他一般的 比如说您如果是建一个全新的屋顶的许可 还有什么mechanic就是这种 所有的机器的许可 你如果有这种花草来装饰的话 这花草有个叫做landscape artist 就是那个园艺设计师 他也要帮您去批 那你如果说您要有做个大棚在外头 有人排队什么的这样的 连这些都要批的 没有不批的可以这么说吧 一般开个餐厅呢 它是有几个东西是同时进行的 一个就是您的资金链 您的资金往前走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您的培训人员往前走 这个时间表 然后另外就是您的建设往前走 这三个马车一起走到尽头 时间同时就可以开张 换句话说就是说您资金要到位 然后呢您的人员训练要到位 然后第三呢就是您的建设 也到最后也正好也完成 最完美的就是这三点全部做完 是同一个时间结束 然后同一个时间我们就开张典礼 开张的时候当然我们讲一下 就盛大一点 可以请地方的商会市长来捡彩 把它做大一点 如果是在美国人区的话 也找些媒体来帮您去助兴 找些地方的大的公司 前市民的大公司 请他们来吃饭 像这样就是整个一个开张流程 completed